最新消息带您关注的是在新竹虎口乡发生的随机攻击事件 是在昨天晚上有一名女子她骑车行经胜利路二段 突然被不明人士拿不明物体攻击差一点救药水车 父亲的居民表示这名男子她情绪不稳定 出门都会带着铁棍坐视攻击 当地的居民人心惶惶 目前警方也已经展开追戏 秀出手臂上的伤势 红一块紫一块 陈小姐惊魂未定 怎么也没想到好端端骑车在路上突然被攻击 红色安全帽土黄色背包下机车手持铁棍 朝着住宅大门一阵狂敲 这名男子疑似就是攻击陈小姐的嫌犯 事发在15号晚间6点多新竹县虎口乡胜利路二段 陈小姐骑车经过 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手持物品无故攻击 陈小姐被攻击右胸和左手臂一下的赶紧向附近住户求救 随机攻击的男子疑似是当地头痛人物 就连附近住户也不堪其扰 警方获报后展开调查 无端攻击路人让当地民众人心惶惶 警方将持续追击要尽速将男子逮捕归案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道